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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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一样来自四面八方 告别小城故乡 集在都市边上 没有灯火辉煌 这里拥挤空挡 只有属于自己的那张床 每辆上下满沿途的公交车煞 多少双无助的眼神四处张望 每个扛着行李箱的柔弱肩膀 多少个疲惫的灵魂堵在路上 为了一紧幻想我们开始闯荡 为了水和阳光我们学会品墙 为了实现梦想我们以往过往 为了融入他乡我们把乡隐藏 一扇扇门在我面前陆续关上 我还在寻找被我敞开的那扇窗 一个个人在我面前步入北墙 我仍在等待属于我的小八方 窗前明月光 才是孤小 真借酒啊 我现在可以大声地说 我借酒了 好 那为了你能借下来 为了你和你父亲重归于好 再为了我哥哥的房子干杯 干杯 我啊 现在就能显然到 一番看到房子的时候的样子 肯定乐得哈喇喇流一地啊 我真羡慕你们 一群天南地北的人 聚集在唐家领这个地方 相互给着温暖 成了亲人 可是有些人呢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却分薄离析 你 其实呢 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 我们对唐家领的感情 案里承载了太多 我们真实的酸甜苦辣 那也正因为这份真 我们相互温暖着 相互鼓励着 向前走 你想离开唐家领吗 没有人愿意永远住在一个 十五平米的房子里 做一辈子的租客 那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带着楚楚离开那儿 过成衣食无忧 体面的生活 楚楚真的会愿意 让你去我爸爸公司吗 你知道我最感激她的事什么吗 是她对我的支持和理解 可是我在她眼睛里 看到了一种 哀伤和绝望 你们俩好像都能从对方的眼睛里 看到对方的心灵 她合适我就是外人了 是吗 她在我眼睛里看到什么了 她看到 眼珠子 是吗 以后咱们俩要天天泡在一起 她不会误会吧 我可不希望给你带任何麻烦 应该 不会 那楚楚向来也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女人 况且两个人相爱的话 没有什么矛盾划不开的 你好像没有以前说的那么坚定了 有吗 有啊 你不会后悔结婚了吧 我妈说 两口都过日子 那就是唇齿相依 好 那就 带给你天窗地酒吧 谢谢 对 谢谢 美得 你 对 我 我 有 对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我是想给你打电话 告诉你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但是 我这手机没电了 没关系 以后我不会再等了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别碰我了 初初 我想跟你谈谈 你别吃了听我说几句话 我决定了 去海山集团 明天早上上班 你不想说到什么吗 你让我说什么 恭喜你 还是说我不愿意 我说我不愿意 你听吗 我以为你合同结束了 没想到 你又签了一份终身合同 初初 我明白你心里担心什么 我发誓 我跟陈琳娜就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或者将来是单纯的同事关系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希望我们能有更好的将来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支持我 我很需要这次机会 初初 我马上就要三十了 都说三十而立 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 你别跟我说这些 你说这些干吗 你不是已经做决定了吗 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我真不知道我做错什么 我要怎么做你才能高兴 你不知道是吧 我告诉你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从你拿到陈琳娜合同的那个时候 你就有所图谋了吧 怪不得 天天跟她混在一起 晚上九点十点还不回来 你们有多少话要说呀 做什么事情要从早做到晚 你答应过我什么 合同一套期什么都结束了 现在呢 不仅没结束 还拿了一份周深的合同回来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现在可以了 你有正当的理由 天天可以跟她在一起混了 你可以不回家了 你把这当成什么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早上起床 拍拍屁股就走人 然后把自己献给陈琳娜 陈琳娜那是特殊情况 你知道的 她需要我 她需要你呢 我呢 我跟你住在这个坡地方 每天早上跟你大队妇女 抢着买廉价菜 我跟你在一起两年了 你给我买过什么 连一个小样的戒指都没有买过 戒指什么 我买 我砸锅麦田我也给你买 但是我请你别天天无理取闹 没事找事 我没事找事 我跟你在一起两年 我天天对你笑 我笑烦了 我笑腻了 我现在告诉你 你觉得你是在浪费时间 我还觉得我是在浪费生命呢 你的意思跟我在一起 就是浪费生命对吗 对 那天天告诉我 怎么样做才是不浪费的 所以今天正好 提到 really 有这个事 对 OU 唯 是我 说 Christina 怎么 病人 我 喂 喂 朱朱 你在哪儿呢 我在帮别人买东西呢 你要是不想让我去海神集团的话 那我 人生 你听我说 我真的希望你去 八号 朱朱朱 好了 就这样吧 喂 所以 我是 你去工作吗 嗯 跟我来吧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朱朱朱 来 您怎么换呀 有一场 有一场自己有一个重要角色 有词 演不演 傻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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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隆重地向大家介绍 我们公司销售部的负责人 我的女儿 陈丽娜 大家好 我叫陈丽娜 我也是海山集团的一名员工 请大家不要把我当成董事长的女儿 我之所以自信地站在这儿 那是因为这位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赵荣生 很荣幸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楚楚啊 这一次检查结果是一个好消息 觉得胎儿长大 胎儿产生的免疫基因 在一定的程度上 控制了你一些病情 也就是说 我能完全支撑到把它生下来是吗 好 在你那上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 抑制 并不等于说不治疗 你的病情 将会越来越严重 我再问你一次 你还是决定要这个孩子吗 要 我的生命跟孩子连在一起 我不能不要的 这样吧 我给你看一些中药的止疼剂 但是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 真正的疼痛 还要你自己能忍受 嗯 我知道 再疼我也能熬过去 你还是打算不告诉你账户吗 如果我有初学等特殊情况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来 好 您好 您是我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是三个快门承担了您拨打了 您拨打了 大于是 朱朱不接电话吗 reiben 朝交了 陳董 我希望我们在这 不要谈私事 但我很想把这个楼盘卖好 我也不想让大家觉得 我是靠群带关系进来的草包 那就说点高兴的事 胡一帆的房子 我已经帮她办好了 真的 我赶紧给她打一电吧 终于有点笑模样了 一帆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代表我儿孙 感谢你跟陈丽娜 明儿我就带着钱 去买我家去 OK 红年 我这边啊 所有的事全都准备好了 咱能马上见一面吗 那成 我现在就过去找你 OK 亲爱的 我给你个大宝买了些好吃的 好 这几天呢我比较忙 所以 你要干什么 你要卖了游戏软件是吗 为什么呀 为了买房子是吗 你真是太聪明了老婆 我这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你疯了 我不要房子 你不能卖了自己软件 干嘛不要房子 现在贾红年愿意出二十万 加上咱们俩的存款 我付了首付 还有富裕 多好啊 梦想成真了 你花了多少心血 设计出这款游戏软件 你为它付出了多少 你知道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你不能这样见买了它 我不同意 我还有机会去设计更好的人呢 灵感是可再生资源 这房子不一样啊 过这村就没这店 问题是你知道 房子里装的是什么吗 装的是月供贷款 装的是两家人的老老少少 我连一个孩子都不敢养 现在还要养一个房子 房子里装的甜蜜是家 装的一大堆问题 那还能是家吗 别担心钱 一切都有我 可我了解我自己 我有了爱情想要房子 有了房子我想要车 我想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出身 这样会拖垮你的 你明白吗 可是我只是想要一样东西 我就心满意着我 就是你的心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你的心是丢在我这儿吗 你的心是丢在我这儿吗 我约了红脸 先走 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我 哥们儿 实话实说 你真是个天子 那游戏我玩的只能一晚上 愣是没过三观 也就是说你很满意 满意满意 钱我也准备好了 你真的把整个版权给我 我正准备买一房子 要拿这笔钱扶手付 你真的舍得 有舍才有得吗 看看吧 要是这版权没问题的话 协议没问题 签也没问题 但是你可想好了 我一旦在上面签了字 那你可就把你自己的孩子 卖给我了 而且 以后这款游戏 一旦十分火爆 他所带来的名利 也都是我贾红检的 我觉着 用一个版权去换一个架 知道 你能接 陆生 你要是不开心 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电话为你二十四小时开机 慢点开 你可能没关系 说不定 准备 我见到 你也可能要拿刀 你也不客气 没有 我跟他做的 你烦排 你会想到 你呢 对了 对不起 我回来晚了 没关系 你手机呢 我给你打了一天电话 一直关机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不是以后你怎么生气都成 别让我找不着你成吗 我担心一天了 我心里不舒服 还要按照你的方式来吗 你能别要求我那么多吗 她嘴子 媳婶 媳婶 媳婶都说 这床头吵架窗尾喝 后来吵架嘲弄都挺 什么时候拿回 你别压着我 我说的你别压着我 你想怎么着 我也说对不起了 也说错了 你还想怎么着 一天到晚 你要不就不跟我说话 要不就跟我吵架 要不永远是后辈 日子过不过了 我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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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老陆你喝杯 你跟老陆你等下词呗 你跟老陆你等下词呗 喝完啊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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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喝了 酒 喝了 酒 酒 喝了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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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彭大宝 我晚上南通知甲 就他了 我给你台词你看了吗 差不多 对 咱也听见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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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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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行行 導演我知道了 wakes seller 倒仙我我咱俩俩俩 大宝 晚上那个菜Pod刪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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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班去了 今天我带一帆去看房子 你去不去 我不去 没时间 那一起走吧 不同路 等会儿 我一晚上都没睡好 在以后呢 别这样了 你以后回来晚了 不用给我打电话 小燕 小燕 你这是干什么呀 咱们不说好了吗 别在公司纠缠 可你也答应了 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小燕 你可是我田润发的女人 我不能离开她 那个穷小子有什么呀 她能给你什么 她是什么都没有了 可她愿意亲戚所有 给我一个假 张小燕 你可想好了 你要不把胡一帆换了 我就换一个总经理 小燕 二姐 嗨 四姐好 你是不是找小燕呀 她跟田总走了 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我可不知道 谢谢你 好 再见 喂 一帆 小燕 你在哪儿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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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开会呢 那你晚上早点回来吧 我会在宿舍一直到你的 二姐 你就放心住啊 甭管住多久都没关系 钱我都交过了 我娘娘用 大兄弟啊 小燕 哎 家里出那么大的事儿 炸你也得拉姐一把 姐 别在这儿说 不合适了 小燕 这你就见外了啊 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跟自己家人一样啊 炸我这次 可是从村里逃出来的 差一点点 就被人堵在屋里头了 就上次你给那钱 一万块 还记得吧 不但你给了 炸我让村里的亲戚 朋友 认识的不认识的 全都给了 他说是集资 能发好几倍的力 我就相信他了 炸那人 拿钱跑了 他跑了 我跑不了啊 那些人 炸都来管我要钱 我早就说了 那是非法集资 你就是不听 炸现在说 麻都迟了吗 二姐啊 欠了多少钱 里头外头 加起来有十几万呢 这个数对我来说是小意思 让小燕来跟我谈吧 二姐 你好好先着啊 小燕 他得是对你有意思 他会不会借给咱钱 你干嘛当他面说这些啊 咋我看见老板对你有意思 那我不跟他说 难道还跟虎一帆说 咋他也得有这个实力啊 你自己惹的祸干嘛找他呀 他不是你男人吗 那关键时候不盯上 那要他做啥咧 他是我男人 可不是全家的男人 小燕 再一回 是二姐不对 喂你也得明白一个道理 找男人找的就是顶梁柱 关键时候 还得是田总顶事情 行了 别说了 其实 能找个像你们老板这样的男人 再辈子算是落听了 胡一帆 咱家的事他撑不住吗 哪有完没完呀 你哪儿是让我找男人呀 你把我卖了算了 小燕 再回二姐求你了 我回去和一帆奏奏 我回去和一带奏奏 小燕 求你了 我回来了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呀 你今天一直都在公司开会吗 嗯 我今天是在你们公司门口 给你打的电话 瑶瑶 真话比假话来得简单 说吧 我二姐来北京找我了 你给我打电话那会儿呢 我刚把他安排在一个小宾馆 我不想让你知道这些 为什么呢 二姐也不是什么外人 你 你不是不知道 我二姐他 他很势利 对你一直也不满意 而且事又多 二姐来得正好 你们家人对我最大的不满 就是我在北京没有一套下药的房子 现在有了 四环边的京楼小公寓 明天我就带他去参观他吧 你买了 买了 首付三十万 那就没什么钱了 我卡里面还有六万块钱 就用来买家具吧 这回呢 都买你最喜欢的家具 绝不省钱 一步到尾 一步到尾 多数 怎么了 我二姐搞金丝 被人骗了 他村里带不下去了 被骗了多少钱 是不是现在还欠着别人钱呢 没有 没有 就欠了几万块钱 我已经帮他还了 主要是 主要是他 他想待在北京不走 所以我不想告诉你 还不够烦的 这算什么事啊 我明天就去买床 就和二姐安顿在北京 就让他住咱们在新房里呢 就让他给咱们暖居吧 连宾馆的钱都省了 等所有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 家具啊 家电啊 咱们再买了 就跟你妈结过了 我没有让老人家放心 咱们也算在北京 安家了 他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房子 挂你啊 娘友 他这么有钱哪 让他把房子卖了呀 我听说北京的房价 都涨到天上去了 我跟你说 小言 这房子 他一定得写你的名 你卖 咋你还能赚钱呢 你知道一帆 为了给我买房子 他付出多少吗 你们可以逼着我 把我自己卖了 可我不能这么对他 我咋不是没办法了嘛 妈说 咱家每天都坐满了人 要是交不出钱 咱妈 咱大姐 咱再一家子 都得被他们给整死 二姐求你了 二姐别这样 二姐你别这样 二姐你起来呀 你起来呀 小言 我虎一凡再亲 也没有你家里人亲 就算是他把房子卖了 还上了这笔钱 再你又得跟他过穷日子 又得攒钱买房子 你得熬到什么时候 是个头啊 咋你好不容易 从土窝窝 飞到了京城 你可千万不能 变成我这样啊 小言 小言 容胜 我们两个 已经好久没有好好说过话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地看过你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地看过你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其实每次跟你查完家 其实每次跟你查完家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还爱我 对吗 我爱你 你几点回来的 九点多 九点多 我不管你几点回来 你不说是家里就无所谓了 你明知道我最讨厌别人穿着外套上床 你怎么还穿着外套躺着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看着我干什么 赵容胜 你太过分了 如果你想这样随心所欲 你干脆直接出去住宾馆啊 你住家里干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我挺可笑的 是 我自己都觉得我挺可笑的 结婚的时候还说 让我做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 现在呢 我告诉你 赵容胜 我伺候你都伺候得累了 够了 你二姐捅的这娄子 我相信在唐家里没人帮不了你 我能 随便你要什么 我都能答应你 不过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老婆生不了孩子 你必须给我生个儿子 孩子落地 契约解除 合同我可以签 但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 第一 马上给我现金四十万 第二 我要开一个火锅店 安顿我妈和我姐姐 没问题 这些都好说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只要你能给我生儿子 我什么都答应你 这卡里有二十万 灌娘娘 再可是救了命啊 十五万你拿去还债 剩下的呢你给大姐留着 你把妈接到北京来 我要开一个火锅店 交给你和妈去打理 挣的钱全给你们当生活费 小燕 你可是带着全家野鸡变凤凰 你立了大功 你也不问问这钱是怎么来的 田总真是在感 太好了呀 有这样的妹夫 咱祖坟上真是冒了青眼 姓田的就给了你二十万 就想当我妹夫 那可不行 我找她谈谈 她给了四十万 四十万 四十万 那还差不多 那剩下的钱 你想做啥 你除了钱还能问点其他的吗 这些年我把我每月的工资 都给你们寄回去里办 我一件好衣服都没有穿过 省吃景用的钱都给你们花 现在我也把我自己卖了 你居然关心的还是钱 你们一心想要凤飞高知锦衣玉士 好 我成全你们 我把我自己卖 我欠你们的也算还了吧 可我欠一帆的呢 你让我怎么还 喂 你能欠她啥呀 从我到北京认识她的那天起 八年了 她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我 你说 我欠她啥 我呢 来 你抽一番呢 她今天没有来 只有我喝点 那你有什么事 这卡里呢有二十万 是你给虎一帆的 现在我把它还给你 希望你能把软件也还给一帆 那怎么行 当时可是说好了一锤子买卖 现在说退怎么可能 吴念哥 自打我和一帆在一起以来 我就从来没有好好地 为他做过一件事 这次我求你了 行吗 小燕 我也跟你说实话 虎一帆的这款游戏软件 非常有想象力 我很看好他的前因 要我放弃根本就不可能的 再说当时虎一帆不是着急地 要买房子所以非要卖给我呢吗 那房子不买了 你也知道他买房是为了我 我不能让他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你们也算是同学 就算是他做了一次错误的决定 你让他一回行吗 再说了 如果这款游戏 真的被你们老总看中了 要你开发类似的 恐怕你一时半会儿也做不出来吧 到时候还不是一样的重当 如果你不同意 那我 那我只好去你的公司找你主管 我相信他不会冒着被起诉的风险 来用这款来路不明的软件吧 行了行了 你话里话外的意思 我都听明白了 这样 本田有归还 暂时 咱们也得签一个本田归还协议 白纸回字说得清楚 好吧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看来你是有备而来的 黄年哥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说 看在一番曾经帮过你 和你同学一场的份上 如果你真的看好他 请你帮助他进入你们公司 实现他的理想 当初胡一番找你的时候 我们都不看好 觉得他还冒着一股傻气 没想到 傻气却变成了福气 总有人用同情的眼眶 看你看我 疑惑为什么会有人感愿过 这样的生活 为了所谓的梦想继续追逐错读 拼命激进这 城市的小小角落 总有人用可怜的词汇 将你说我 他们要把我们的生活 写成诗歌 用尽全部的激情 抵挡成河 却把人生带进这城市的沙漠 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 我们愿意在相互去暖中 体会悲欢离合 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 我们愿意在拥堵的人海中 我愿意在泪中 感受苦中作乐 这么容易在対面的关系里 也有危险的海中 在海中 感受苦中作乐 微微地虔诚穿越 前世的窘迫 为什么 这不该算什么 我们愿意在 拥堵的人海中 感受苦中坐落